各位 各位好 哎呀 就是咱们2023年还有一天了 现在30号明天 31号了 今天啊 反正年终碎尾吧 稍微点思想 听了这个歌啊 兰州兰州啊 大家听过没有这首歌 兰州兰州这首歌 咱们也不听了嘛 有空有没有 这个是中国城市民谣啊 这是我的老家 兰州 我呢 稍微可能有一点思想吧 反正咱们就想起 还是给大家来讲讲 这个兰州 兰州这个城市 不是 可能咱们海内外华人 很多人也去过 是吧 也有去过 这个城市还非常有特色的啊 大家大概看一下 大致看一下啊 在哪个位置 兰州的这个市景 看一下这兰州 挺漂亮的 是不是啊 以前没去过的 可能觉得这挺光亮 其实很繁华 你看看兰州的这个 啊 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一个城市 啊 风景呢 有人说是白天像 啊 夜晚像曼哈顿 白天像阿富汗 哈哈 是不是 啊 这些我的节目曾经给大家介绍过啊 看一下 这个城市好像是挺漂亮的 它比较紧凑 啊 它非常热闹 虽然它的人口只有四百万吧 不到吧 但是呢 它因为城市呢 只有就是几个区当中 像城关区很紧凑 城关区的人口密度啊 不亚于澳门 基本上跟香港 澳门一样 所以就你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繁华 繁华比北京繁华 人与人之间就是摩肩擦肿 还是一个西北大都会的那种感觉啊 呃 我们家里因为在也在北京的 所以说北京的有些啊 有些亲友有时候到兰州去 他们说 哦 这个兰州比北京热闹多了啊 兰州真的是那种感觉啊 啊 虽然我们说兰州的城市规模跟北京真的 那怎么能比呢 是吧 但是就是它在局部在城关区的地方 你真的是觉得兰州很很繁华 而且还有一个世界有名的学校兰州大学 那但是兰州呢 为什么是留不住人啊 这个还有一个说孔雀东南非就是指兰州大学 就兰州大学现在都向外流失的人啊 几乎可以重建几个兰州大学啊 重建几个呃 现有兰州大学这个的师资啊 重新建立这么一两个啊 两三个兰州大学 就可见兰州大学人才流失很重啊 很严重 爱上一座村中国兰州啊 我们也反正以前也做过这个 介绍这个兰州吧 介绍兰州现在离的比较远 回气也不好回气 哎呀 回气也不好回气 所以我们就讲一讲 但是我们也别讲伞吧 我觉得讲伞的话 有些人也去过 对兰州的很多人一说起兰州 还是想起兰州牛肉面是吧 我们呢就讲讲兰州的这个美食吧 就讲兰州最大特色 其实兰州漂亮的话 你也说有些漂亮的城市 你像杭州的话 可能也有人在漂亮 南京有南京的漂亮对吧 我们就说兰州的漂亮 兰州的好的特色 兰州的饮食啊 我不是说在不仅在全国 在世界上都是 啊 就是真的是名列前茅的 啊 中国最好吃的 有些城市 我们可以说四川成都啊 什么重庆 但是兰州的那个中国 中国的第一品牌 饮食第一品牌牛肉面 是在兰州 全世界做牛肉面 做的那么多的地上 对不对 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在做 谁都没做出名堂 像兰州的牛肉面 谁都没做出名堂 啊 那个兰州的牛肉面 味道确实是非常好吃啊 除了兰州 还有这牛肉面啊 兰州牛肉面 而且兰州的有很多的 怎么说的 有很多的回族的同胞 东干人的同胞 啊 有一种叫东干人 东干人的话 在学术界也叫东干人啊 反正就甘肃东部 陕西这陕甘一带的回民 也叫东干人 这个东干人啊 就是当地回民的这个饮食啊 他们做的真的是有天赋 绝对是有天赋 就是你汉族啊 其他民族 你真的是做不来 兰州的饮食 基本上都是清真饮食 清真饮食 基本上就是回族 穆斯林为主做的 你比如说我们做牛肉面 你说外地人做出来 兰州当地的汉族能做 兰州汉族有做的 但是整体上的回族的这个 饮食牛肉面 是压倒性的优势 啊 整体来说就是 啊 除了牛肉 所以我说的就是 兰州的这个东干人啊 回族啊 他这个做饭方面有天赋 真的有天赋 人家的牛羊肉 都就做得好 这个没办法 是吧 这个不服不洗 这个牛羊肉的这个 回族的做牛羊肉 做的确实是好 就是他的味道 他们一般做不出来 啊 做不出来 调不出来 除了牛肉面以外啊 你看兰州的美食有多少 随便啊 你们在外地的人啊 就是兰州的饮食 你们才知道 真的是九牛一毛呀 随便你看兰州的这么一个 哎 就是鸡块的大 拉条子 对不对 随便就直接把吃货的心 就俘虏了 所以这个兰州的地方 就是 饮食方面是真的好 我是从小在那里长大 饮食确实是好 啊 因为有的是看着外地人 挺可怜的 以前就说兰州的牛肉面挺那个啥的 挺草根的 结果发现外地人 这个牛肉面都没吃过 还有这个热炒糕 啊 这个黄金糕炒糕啊 也好吃 这个叫做什么 炒凉份吧 热炒也好吃 还有你看兰州的各种酱爪子啊 烤鸡啊 哎呀 那个地方的这个 真的是烧鸡烤鸡 把那个鸡啊 就头发烧鸡 然后一炒一下 特别好吃 辣椒满天飞的兰州的烤肉 哎 兰州这个烤肉的味道啊 你说跟新疆的烤肉羊肉块也不一样 跟任何地方的烤肉都不一样 非常独特 你只要在这吃过一口 你不会忘记 但是呢 有一个很奇怪的 就是这些饮食呢 一出兰州 都就废了 都就味道不行了 牛肉面 牛肉面也变味了 烤羊肉 烤羊肉也变味了 而且呢 兰州的很多的这个回族啊 开馆子的人啊 你包括你看这一看 你可以养皮吗 还是啥 非常好吃啊 养皮麻辣烫 兰州麻辣烫也好吃 真的 炒播了 就是什么东西 一出兰州就变了 味道就变了 而且呢 说句实话 就当地他做的这些好馆子嘛 这些人呢 说句实话 也就是把 就把兰州的市场做好了 也就行了 他们也都不愿意出来 因为你随便一个馆子做好了 周围的这个社区啊 街巷子吃的人超级多 你真的是 可以说是一个牛肉面馆子 你只要经营好了 不是说夸张的 直接一百万 绝对 一百万是经营的不好的馆子 一年挣一百万净利润 有一家做的好的牛肉面 说说人家说给了 好像两三千万 磨勾盐嘛 也不是给他做馆 好像跟他给两千万人民币 让他就是说 把他的牌子给弄出来 人家没要 没转让 就人家这个面啊 人家这个面馆 一年的营业额 在五千万以上 净利润在三千万以上 你就看着他们生意好到 都啥程度了 不行是当地的社区来吃 周围的好多莫名而来 有的人真的是 坐飞机从外地过来来吃 所以他这个 就是当地呢 就是市场呢 就足够把一个饭馆 是养活 所以让兰州当地做饭 做的好的人 很多他不出来 外地人吃不上 兰州正宗的饭 吃不上正宗的饭 所以吃的都是假冒伪劣 你说有些人 他在外头打什么 兰州美食 他可不 那你就说 你自己不是兰州人 你就别弄了 你就说你是哪里人 你就哪里人好了 青海牛肉面 你就说青海牛肉面 对吧 河南你是河南的 他可不打河南青海 他可要打兰州 结果出去把兰州的牌子 给砸掉了 就说兰州这坐的 怎么死呢 结果你到兰州 说兰州 饭这么好吃 感情我多少 几十年以前 都被人骗了 所以就是说 这个 这一方面怪外地人 跟你打兰州的牌子 就是糊弄外地人 糊弄外国人 还有怪兰州当地的人 怎么说呢 就是小富贱安 你们饭馆子做的好 你酒香香在巷子里 你不出来卖 不出来你把你的好东西 让别人知道 那别人咋知道 对不对 别人吃不到 你做的好东西 这个东西就只能是 所以说你这个 所以说是酒香 也怕巷子吃 不是酒香 不怕巷子吃 你看兰州的这个美食 这个随便 他在这个当地的 他这个经济是不太发达 而且他西北的 过去说句实话 过去都是 让人感觉 都是比较荒凉的地方 是吧 汉唐时期 都是中国的边疆 到现在这个 往甘肃记的 东西都很不方便 虽然你看兰州的位置 是腹地的位置 但是呢 他整体来说 就是整个 他属于汉文化圈的一个边缘地带 是吧 所以还是 人们觉得一般东部的人 你说很少 你说谁跑到兰州去上学 或者说到兰州去做生意 工作 对不对 一般比较少 一般比较少 但是呢 兰州这个地方呢 它可能是这种的文化的交汇吧 你比如说 黄土高原的这个饮食 面食 清藏高原 内蒙古高原的牛羊肉的这个文化 还有新疆的这一代的 伊斯兰教的这种文化的 交融啊 使得这个地方当地的食材 讲究牛羊肉为主 清真甜食 再加上呢 味道做的好 主要以回族穆斯林的饮食为主 为主的啊 你看他做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这个壤皮吧 这个叫壤皮 酿皮吧 随便你去吃 辣椒做的特别好吃 你别看弄这么多辣椒 香而不辣 所以外地人呢 一般基本上外地的人 只要去趟兰州的话 吃过兰州的饭 基本上 没有人说兰州的不好吃的 都就记下来 基本上回头喝很多 你看兰州的时候 还有什么黄温羊肉 就因为他的这个食材 比较讲究吧 牛肉面 首先你一看 我把你的这个口感的味蕾 就给你充分调动了 你一看就 你看别说吃了 一看就香 所以说这个地方 在吃饭方面 我觉得就是中国的第一品牌 在吃饭方面 确实是 小吃非常多 小吃非常的多 但是你说这发展 经济发展 你说你到那里工作呀 学习呀 机会不多 主要是让当地 经济比较落后 经济还是不是属于 像东南沿海 或者金户广深 这样地方的一线城市 经济比较落后 可能就是一个民间的餐饮业吧 清真餐饮业 民族餐饮业好一点 然后你说外资投资的也不太多 投资也不太多 整体 兰州的这个 再加上呢 相对地区也比较闭色一点 相对反正也是交通量上 不是说在东部的四通八达之地 人的观念也保守一点 但是呢 它不是一个旅游 旅游比如说或者是个养老的地方 比如说你不想将来发展事业了 年龄大了 事业就发展 没有什么 你到那里去养老 都还我觉得 兰州倒是四季分明 都还可以 主要是吃的东西好吃 还有一个特点是 既好吃又便宜 恰恋雾美 这件事情 因为它主要走的是一般的这个路线 就是人们的日常的饮食的路线 它的食材没有像广东饮食 一下子让人感觉 就是主要走海鲜 海鲜离一般老百姓的距离就远了 国内海鲜卖的还是比较贵 是吧 兰州的就是个面食啊 包括兰州的是什么甜食啊 这些东西都做的又便宜又好吃 你别说不光是面食啊 兰州的现在那种炒饭麻辣烫 没有一个做的不好吃的 所以说我说这个地方是 做饭方面是有天赋的地区 随便做个啥东西都好吃 所以走到外头我们当时后来 出了兰州到浙江到杭州到上海 到东北哎呀到到到哪里 到北京到处都去了哎呀 那这地的那个吃 那就跟饮食的那个口感值啊 那就差的真的不是一点半点 我一讲真的就是属于不好吃地区 确实差啊 所以从全国来说 可能从西安往西吧 新疆里面还算好吃 西南地区也好吃味重啊 但是你说好吃地区 我觉得北京啊什么杭州啊 还有些地方真是饮食荒漠 他呢什么地方都有 但是没有一个做的好做的精的啊 这就是兰州的这个黄蒙羊肉 好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 讲了一点这个你看啊 所以这兰州的饮食 你千万不要以为光是牛肉面 真的很多啊几十种啊 行我们就今天讲到这里啊 年终所为给大家讲讲兰州这个 为什么吃货都比较留恋兰州 兰州这个 但是兰州是整体 留不下人 主要经济发展受限 但是呢很多人呢 都兰州去过以后印象很好 因为兰州的东西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你会过去旅游啊 尝尝美食 是非常好的地区啊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多多订阅支持 días 再见